Hello,早上好,我现在刚刚到郑州 因为马上要进组了嘛 想提前先回家,然后看看家人 顺便去吃吃好吃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我心中的郑州味道 然后我们现在就先去第一站 就是放中山火辣汤 在郑州在河南必吃的一个店 就是放中山火辣汤 这个是第一家老店 今天生意是爆满的人非常多 和火辣汤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个东西 这个真的就是我从小喝到大的 郑州的一个酸奶叫花花牛酸奶 没有任何广告成分在里面 就离开郑州去北京之前 基本上每天都会喝的一个酸奶 评论区里有河南的小伙伴 有郑州的小伙伴 相信你们一定见过他 在评论里面记得补充 来吧,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我们河南的那种包子 就是盒子 这个是我最爱的一个饼 我们需要强力推荐一下 它那种很薄很薄的这种饼 然后这个饼呢就是很脆很脆 我咬一口你没怎么挺你 安静啊,听沉浸声啊 这个呢叫胡辣汤 跟酸辣汤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胡辣汤的质地呢 是这种比较偏稠一些的 它是拿这种骨汤熬制完 然后再配上一些胡辣汤里面的佐料 才能做出来这样的胡辣汤 就它不是像酸辣汤那样 往里放点芡什么的 它的汤非常浓 可以看一下 对,这就是我从小喝到大的味道 我回郑州以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喝胡辣汤 可是我不是在北京嘛 北京刚开这家方中山 对排长三个小时 所以呢,如果你在北京 也想喝胡辣汤排不上队的 欢迎直接跑到郑州来喝 好了好了,我要开动了 哇,这是胡椒的辣,对 方春山就送了我一份煮煎包 特别脆 还会流汁呢 我从小到大吃法是把它放在汤里面 然后把汤浇进去 哇,好罪恶啊 碳水炸弹 因为拍摄收声的需求 所以第一次知道它有豪肩 有小时候都是要排队喝的 我要收尾了 厉害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今天第二家店 是我们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河鸡灰面 然后在等着吃灰面之前呢 还买了两个非常神奇的喝的 河南金介牛蒙茶 金介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 可以用它吃纹 然后可以用它粘菜 可以用它做任何东西 如果吃不了它的人 对它的理解 就像我对折耳根的理解是一样的 就吃不了折耳根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它跟胡辣汤联名的奶茶 那我们现在先来尝尝这个金介了 因为这个金介呢 也算是我们郑州的隐藏味道 我觉得挺好喝的 但是呢 我在想一个问题 我是一个郑州人 所以我喝金介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从小吃金介 这如果没有喝过金介的人喝这个 它能受得了吗 我辣汤跟做奶茶 这是个很奇妙的组合 咸的是比较清甜的口感 然后同时有胡辣汤的味道 对于我这个河南来讲 这两个味道我都能接受 这个我如果要是能在其他地方来到 我可能会天天给 现在我们开始吃灰面了 我今天这是一整天炭水炸弹 早上喝果辣汤吃油饼 中午吃灰面 明天决定空腹一天 灰面管的辣椒一般都非常香 炎炎很香 但是我个人建议 吃灰面你自己吃个三部曲 首先呢 你在放香菜之前 作为一小口汤 作为一小口汤之后呢 放香菜 然后再吃一口带香菜的汤 然后呢吃两口面 吃面吃到中层的时候 放一点盐 吃一点稍微咸味重点 就能味 然后呢最后一个级别 就是汤我也不喝了 然后我只吃面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各种放辣椒炫 喜欢放这个底下的辣椒 多放 好 正面一个河南人 我比较好发音材 我可以两个星期不吃鱼 两个星期不吃虾 但是我绝对不能两个星期不吃面 爆了 开动了 烧炒鸡 烧炒鸡是我从小大家最爱吃的一道菜 烧鸡 一般像很多餐厅他会直接选择冷吃 我呢 要叛逆 从小我爸给我买烧鸡 我都是把它加热一下吃 阿鸡炒饭 就这个炒饭 然后这个鸡 然后跟这个鸡 你的粘液饭里面一定会包括的三个菜 虎鸡 现在为大家呈上的是酸辣乌鱼蛋汤 也是我们玉菜五大名称之一 它也是那种胡辣的味道 就你要能喝习惯胡辣汤那种胡味 你就能喝得完这个乌鱼蛋汤的这个胡椒味 然后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就是我小时候 在郑州每次大家只要一聚会一吃饭 我们都会吃的黄河大鲤鱼 一个鱼呢 它都是有身份证的 但是它刚刚跟我说它有一些改良 以前吃的时候上面有一层 那个白白的像糖被子一样铺在上面 然后它是那种丝状的 是炸过的应该是 但是现在它改进完了 所以也是第一次吃 如果你的朋友请你来河南玩 他没有请你吃鲤鱼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也没有太重点 鲤鱼对我们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它这个鱼不会有腥味 就是你知道鲤鱼吧 虽然它刺儿多 但是它没办法被替代掉 就是对于我们来讲 它是不会被替代的鱼 这鲤鱼旁边还有这个 鱼鳞片起来之后呢 把它炸一下 椒盐一下 然后出来的就是 口感是脆脆的 就是 嚼起来感觉像爆米花 今天的话也给大家煮了一个小惊喜 我们现在的话 听说有这个 吃玉菜 听玉剧 像河南代客之道 然后今天的话 有专门的 请了专业的玉剧老师 玉剧是我国最大的地方戏剧种 接下来为大家演唱一首经典名剧 木贵英挂帅送给大家 好 圆满为了半生桃 好 苦苦追尘 天空不离不摔火 好 谢谢 谢谢 就唱刚才第一句吧 圆海门外 三声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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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炮 如同雷震 如同雷震 好男啊 可以唱的特别好 跟我是两个领域但是真的很佩服 你唱的挺好的是吧 我唱歌方面不太专业 好了在大玉米楼下面 今天的郑州之旅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其实郑州还有很多美食 姜面条啊 然后炒凉粉啊 还有很多好吃的 一天的时间比较短也吃不过来 大家能多了解郑州 然后有空来郑州玩 我们下期五路再见 拜拜